对于王立奇来讲 这也是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的一员老将了 当年也是和刘国梁老师一起共同打球 对 坚持到现在 而对于这个张继克来讲 这个青岛小伙在2012可以说是整个中华大地 最火的男艺人员之一 表现非常粗粗 好 现在双方比赛开始 大家看到 不用我们介绍 我想大家一看就知道谁是谁 对 这比赛您给预计预判一下 结果会怎么样 看看我们大家一起看看 预判一下的话 因为他们两个还真有得打 有得打 因为在前一段时间的拼超联赛里面 张继克和王立奇是一胜一负 2比1 这场这个张王之争 实际上也是中国国家乒乓球队两代不同的奥运冠军世界冠军 而且对于王立奇来讲 我觉得这是一个老一年 他仍然能够坚持保持平时很严格的训练 很充沛的体能 这真是难能可贵 现在一些乒乓球迷甚至于说这个王立奇这会不会成为将来中国拼坛的一个马尔德内尔老游区队员 因为这个大同啊 他这个地市场还是有点 有点高 所以今天一来 那会员就说 这里还是有点高原 因为平常人感觉不到 因为他们在场上一打球 这个球的速度啊 过来的弹跳啊 这感觉差异还是比较大 你看张迪克出界就比较多 高原的一般是出界比较多 防守难防 而且容易正手拉球容易板边 张迪克侧身 王立奇这球掉的非常好 打王立奇逼到了脚上 完全逼到王立奇的反手味道 王立奇非要用正手来打 紧跟着要掉他另外一个大脚 你看板边 按正常来说的话 这种球都是可以这种拉到的 但是因为这个高原 所以这个弹性啊 这个弹跳完全不一样 这一退台之后 对拉的时候很容易板边 在进台的时候 防守包括反守很容易出界 你看他们其实都很小心 包括张迪克这个球 对 其实谈到所谓高原 就是说实际相对来讲 和北京相比 因为北京是属于大物价 过远的地方 这样相对来讲 毕竟大同 这个地方它的海拔高就要高一些了 那么地市高了一点以后 这样对于运动来讲 包括乒乓球这种运动 高水运动员可能会来带来 哪怕一点点微妙影响 都会给运动员带来一些变化 5比7 当然运动员们 他们是昨天晚上 才到了 昨天才到了 大同 今天上午 11点钟到了现场 进行了简单的训练 所以这可能也是和 在到大同的时间短有关系 对 你看他在进台的时候 就明显他感觉到 这个球顶着他后眼 所以出界就比较多 一退台呢 就容易板边 所以运动员在场上的调节 这个比真实水平 现在是更考验这个 你看在进台的时候 防守大部分的失误 但一般说的平原的话 反过来就是下网 或者差网出界 会比出界要多 王立新刚才好漂亮 王立新的反手 我们看到还是很漂亮 这种反手的这种技术 实际上也借鉴了 中国过去的这个纸板 包括刘伦岛当初 你那个打球的时候 这种纸板大家看 实际上他有点尽速于推打 对 平方球的主要是速度和旋转 而旋转来讲呢 相对来讲 应该说在乒乓球 现在来讲 又一个板边 7比10 这个板边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就打到乒乓球 这个球盘的边 对 因为对张继科来说呢 他本身板边就比较多 包括王立新 你看他们两个人 板型都比较压 出界和板边 他控制不住 他明明知道 这边高原有这样的反应 所以他临时在场上的时候 有一点微弱的区别 他还是很难调节 王立新先是胜了第一局 这个双方的比赛挺有意思 有点像参加世界锦标赛的单打决赛 或奥运会单打决赛似的 也没有教练了 对 就自己打 我们还是希望这次比赛呢 让他们有这个逐一逐 对一对之间的这种感觉 让他们自己呢成为一个主体 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 对于这个中国大龙队来讲 就是对于王立新为队长的 这个大龙队来讲的 也是任务很艰巨 这一盘如果能够赢的话 双方就是打成一笔 双方对冲弧 我漂亮 出长距离 好球 两人叫上进了 好球 好 换反手 放高球 好的 王立新放 张继科 打回头 球没有打上 不过要是这样 大体能的消耗下去的话 就这么多打 回合比较多 对王立新来讲 不会有太大影响吧 不会 因为他今天就打一场球 如果说要是打两三场 高激烈的这个强队 抗能就会比较大 因为毕竟咱们这是 赫税杯的比赛 所以给大家奉献 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不要太看重输赢 这个和刚才韩老师说的 奥运会 世锦赛 包括公开赛 或者我们内部的选拔赛 它不是一样的这种概念 从这角度来讲 实际上运动员现在的心态 也会比较放松 对 他们比较放松 因为在比赛之前 刚才王立新说 他的肩 还是有点反应 刚才训练的时候 包括你看张继科这种 小的动作都能够看出 还是比较放松 刚才 现在现场在找那球呢 找不到球了 对 张继科 他倒是很较真 找不到球 就不再打了 到底哪个魔术师 把这球给变没了 大家看到的 这是中国平凡队 带给大家的一个魔术节目 在现场变球 张继科现在来看 他这个看来 还是没找到 没找到 还是没找到 他的学魔术还没出图 对 还是没找到 最后 大力 大力变 大力把球给他了 大力应该告诉他 找什么的哥们 在我这了 这个第一局的比赛 张继科也有点被大力骗了 说我们开玩笑时候的话 因为大力比赛之前 跟我说 说肩反应很大 说不知道能不能拉 能不能打 他说这个喝水杯 后来我说了 我说继科 大力肩有点伤 我说上来的时候 稍微注意点质量 但是大家的这种 比赛的这个敬业精神和态度 还是要体现 但是没想到 一上来 大力没受任何影响 可是啊 障眼法 而且关键是 传播这种错误信息的 还是身为 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的 总教练 刘国梁总的 你这问题太严重了 主要是 过于相信大力了 就是实际上这一点来讲 就是大力这样的老实人 也会上演障眼法了 好 其实最主要的是什么 大力呢 这个人做事比较认真 他一感觉不舒服的 他提出来了 第二个呢 他也希望把这个比赛 打得精彩一点 打得激烈一点 没想到他一旦进入场地之后 人投入了 他就忘了胳膊疼了 运动员有时候是这样的 所以他训练和比赛的感觉 完全不同 待会就怕什么 大力忘了 没感觉 张继科老帮他想着 不过今天的挺有意思 赛前您看挑边的时候 这个王立琴 人家挑选手的时候 王立琴第一个就挑的 上来我就选张继科 是吧 我就选一个相对最弱的吧 结果谁想到 我以为他选最弱的 还不选许新 上来他 不是 这个最弱的看 跟什么人比较 如果说对王立琴来比较的话 他们三个人 可能还真是张继科最弱 就是说实际上 他真不怕张继科 也有这个球路相克这样 对 因为他俩的打法风格 有点类似 都是这个横板实力型的 都是身体素质比较出路 对对对 所以张继科要跟大力打的话 除非他的精神状态 和技术状态特别好 因为大力反正就这样 就像举重一样 我能举一百斤 我就是一百斤 你张继科呢 你举好了 可能能超过我 但你状态差一点 你还不好过 这是不是王立琴一瞧 这张继科反正最近一段 前一段奥运会完了以后 相对来讲 训练不像自己这么系统 是 来吧 所以今天就跟你死磕了 好 扣起高球 好的 双方开始 一长一短 张继科刚才也是试图打反击 所以张继科还是在以手为多 好有可能要转了 改变方向放短球 上来 看一下 这王立琴可够像 王立琴自己在南极 然后他看到对方退到北极去了 中间赤道 他把他突然给打到赤道线上 一下把张继科从北极掉到南极上 大家就看 张继科就这几步 从后场一直冲过挡板这几下 看 现在慢镜头里面 他的这个身体素质 他根本杀不住车 是 非常之好 我觉得他要参加110米来的比赛 这有希望 是 而且他这身体素质是先天的 他跳过这挡板不算什么 这挡板比较矮了 他爸的身体素质比他还好 江门胡子 他父亲都 现在身体素质比他还好 他父亲 现在这个年龄 应该也是50多岁吧 他们在拼套联赛的时候 我听说 这个 我们的高的挡板 比这个秋台 差不多 比秋台可能还要高的 原地不带助跑的随便跳 这么厉害 所以说你看是江门胡子 张继科现在优势 发挥出来 好 什么对攻 漂亮 对拉对冲 真漂亮 两个人现在是隔着赤道线 一个南极一个北极 大范围 大小的扯动 好 漂亮 太漂亮了 王立新刚才反手 突然一盘闪电般的进攻 这一盘不像是从南极打过来的 这像从火星打过来的 这速度太快了 所以这是我们南队身体素质最好的 最好的一对 两代运动员 对 十一比九 张继科胜第二局 好 张继科是十一比九 胜了第二局 不过要算小分的话 王立新现在还赢的 是 双方呢 在前面两局比赛里面 战成了一比一平 你别说这个比赛 给我们感觉到 虽然是 一场 赢新春的 赫岁杯的比赛 但双方可能看中 毕竟到这来 每个人就打这一盘 对 所以都倾其全力 而且您也特别提出了 这个具体要求 我觉得是不是运动员现在心态 也比较放松的原因 是 运动员心态也比较放松 对他们来说 能赢就赢 赢不了也没有什么 这个大的关系 毕竟也是希望在 这个赫岁杯啊 也是在新春之前呢 最后一次亮相了 也希望给自己的球迷啊 为这个项目的推广啊 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 所以我看我们的队员 非常努力 尽管是这样的这种比赛 他们的投入性 丝毫不亚于 世界大赛的这种投入 包括刚才季柯这个 他从那么远跑过来之后 跳挡板 都是有一定的危险系数 您那个说呢 就尽量 刚才我跟那个黄标 提出一个 给他纠正一个严重的错误 他老说冰邦球冰邦球 我说乒乓球 您说那季柯 您给说清楚了 回大家一说 怎么季柯 季柯那么大年龄的 该打乒乓球了 足球的那个 原来那个巴戏 有个叫季柯 这叫张季柯 张季柯 对 三比一 像刚才我说到 这个跳挡板 作为主教练 我就特别担心 担心什么呢 不是挡板他跳不过去 而是挡板后边 比如这个凳子 或者下边 后边放了一个包 对对对 如果他落脚的地方 万一有不平等的地方 这一下的话 对运动员的伤害是很大的 对对对对 所以一般像比赛的时候 都会要求运动员 尽可能的自我保护意识 您这一说我瞧见了 在那个另外一次的椅子 旁边有个矿泉水的瓶子 待一会我们这个比赛 如果切到我的镜头的话 我必须给大家看的 我亲自去挪那个矿泉水 那盒 我给他挪一边去 所以说咱们每个人 看球的角度不一样 对教练来讲 您就时刻担心 对 保险公司更担心 是吧 球迷可能比我们还担心 球迷给是高级球迷 对 像我这一般是属于 等卖品球迷 我就没注意到旁边那 还有一个水盒子 盛水的盒子 那可能从厂家来说 刚才张继科找球的时候 他离那几块挡板 那可能对他们来说 厂家高兴了 厂家高兴了 所以就是各有不同的角度 来看问题不同的 看法 现在是张继科发球 擦网 我问您一个有细节问题 这个在乒乓球比赛里边 您打球 擦网 发球擦网多吗 我发球擦网不多 你遇到过擦网最多的 就是发球 连擦几次了 连擦七八次 有这样的事 其实 6比5 全世界 发球擦网最多的 就是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的 王立芹 王立芹 他老发球擦网 对 不信 待会问一下运动员 你问他们 谁发球最爱擦网 这一下我们知道了 那王立芹的这个 有点 他是不是觉得 那个球网 总是需要 给他不断的 担一担会 他主要是 王立芹还真是后天练的 因为他发球的旋转 不是很强 当时 蔡志导是主教练 王立芹是年轻的队员 所以就说 你既然发不出 很强的旋转 也没有很好的隐蔽性 那你怎么办呢 就相对把弧线压低 接着这种压低 不犯错误 所以大力也很认真 经常在苦练 所以这个弧线压得非常低 所以总是发在这个白线 要不就蹭着网过去 要不就贴着网 也就是说 全队要组织一个擦网比赛 发球擦网 发球擦网 对 但是他刻意发 他不一定发得了 他越紧张的比赛 到了这个九平十平 他会连续发 你说 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就王立芹能够拿这个 奥运冠军 实际冠军 还是 不过现在也是 乒乓球比赛 没有跟那个李娜 打那网球似的 说双雾 然后就算一分 是吧 对 你看这网球那擦网 所以发两个 一发 对 俩双雾就十一分 乒乓球以后干脆 就是连发五个擦网 最后就算十一分 连发俩擦网就算十一分 发五个 那他就不敢了 连发俩擦网十一分 就平限制了 是 好 现在双方开始 你看 王立芹 张继柯胜 第三 王立芹 他本身适应在南极 他换到北极 就不太适应 他刚才换边以后不行了 现在双方再重新 你看这个慢镜头的动作 就能看出来 一样张继柯 动作都已经变形了 您给您继续解说 我去挪那瓶水去 好 我们导演给我个镜头 看看啊 我们保护运员 从我做起 韩老师还是非常幽默 真跑过去 帮他挪水了 第四局比赛 王立芹发球 0比0 导演给镜头切了吧 没切 没切 哎呀 这导演 0比1 1比1 现在 张继柯呢 在 发球 人家 王立芹打擦网 那球就落在球台上 对 张继柯打你 他就拱出来了 就出界 同样是人 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哎 3比1 这运动员有时候打球挺有意思的 还挺迷信那个球是吧 是是 你看他打出来以后 他非要等这个球 拿到这个球再继续用 是他每个球 新球和旧球都不一样 你看 他们 你看这个 所有的他们这个动作 包括张继柯 比划的往上 他都是这个球的弹跳 运动员的动作呢 都是非常非常固定 对对方的来球 有一个这样 就像机器一样 那一旦形成这样的时候 就是这个球不圆 或者天气啊 地理环境啊 有一些变化的时候 这个弹跳不均匀的时候 就看运动员的调节 就像机器一样 纠错能力怎么样了 就在瞬间做出很难解的 很难的这种调节动作 三比四 您这机器人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 从整个中国这个 乒乓球队的发展来看 现在 就这地球上好像 就作为人类来讲 中国乒乓球队 基本没有什么太强的对手了 现在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 有没有一些科技部门 科研部门和你们商量 科研就是我们干脆 出对乒乓球机器人 然后和咱们乒乓球队员来 现在还没有 设计还没有是吧 就现在人类的科技水平 看来还是 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中国乒乓球队以后 在面对队上 就是世界各国 高科技研究的机器人 来和我们比赛 张继科这个 很显然他这个 拉这弧圈的方法 还真是我注意到 有点有点 很不一样 前面 不是完全的这种弧圈 有时候好像还带有点下旋的 这种感觉 你刚才指他反手还是正手 他反手这一下 反手 反手这一下的时候 这恰恰是张继科现在这个年代 比王立芹要先进的 就是这个会突然间加手腕 你看这一下 突然间 他特别配合你 对对对 连续的使用 对刚才连续有两个 对 他就是在动作非常小 非常集中里边 让他能够连抽带甩 能够做出这种动作 像王立芹 包括孔灵辉 这个年代的横板的时候 要不在进台就是快撕 要不就退下来拉 恰恰张继科 他们现在这种先进的 就是能够有抽 在中进台里边抽 就实际上如果说 用这个计算机来形容的话 他们两个人实际上 就是有点 生产年代 生产年代不一样 技术的内核上 现在也有点变化 不断的给他 对他一代要比一代先进 现在也是技术上来讲 有一些革新变化 这质量非常准 漂亮 这一把 正好冲起来 就感觉到过去里面 像王立芹 尤其明显 王立芹在退台以后 正反手两面 对 就给人感觉就是大力 是 就大了 所以就叫大力大力的 就实际上可能也 有这种感觉 大力水手 对 但这个张继科呢 我还要问一下 这个张继科有个绰号 为什么人都管他叫藏狗 绰号藏狗 主要是我感觉 跟他场上的这种性格 性格有关 场上这种血性 越大的比赛 他这个越刺激 一般的比赛 他这个反应不大 而且你可以给他刺激起来 对 今天王立芹第一局 上了以后算是把张继科给刺激一下 张继科一小什么着 还跟我玩一障眼法 你别说张继科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你还真在激他 真激活他 你捧他 他有时候还飘 你激他 他反而容易并发出 更大的能量 现在王立芹呢 是要了暂停 双方在第三局里面呢 是打到了终极阶段 第四局 第四局 对 王立芹要了暂停 其实从这两个运动来讲 应该说 张继科虽年轻 但我觉得要说比赛经验 他也不会太太多少了 是 特别是经历过奥运会之后 在打别的比赛的时候 是吧 他们就会更自信 漂亮 对出 今天张继科的手上感觉还是不错 王立芹 张继科 给王立芹加油 大家看到是在山西大同 进行首届CCTV贺岁杯的乒乓球 中国队抗赛 这是张继科对王立芹 公王以后出去了 张继科以3比1 现在小龙队已经是2比0了 张继科是3比1 胜了王立芹 许芹呢 是3比1胜了陈启 这样大分是2比0 这样对于接下来 这个王浩和马龙的比赛来讲 就非常非常关键了 那么 我 我